大家好 歡迎回到網向編輯部的節目時段 今天就是2021年7月15日星期四的 接近中午時間 今節有我許樓山 還有我們的小白熊社長 小紅帽 Raymond Wong 大家好 白駱西亞的大媽Sir 馬來勁 各位網友好 請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留下留言 最重要是訂閱網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整香煲 浪費冷氣 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讚 今節回來了 講一下這些書展的東西 書展裡面當然一定有 他們的皇友之中 一位神級人馬 人稱叫做匡神的鄺俊宇 現在又終於書展的蒲頭 以為神隱那麼久 就出來 回來 大家會對他前呼後勇 關心還是怎樣 怎料他的命運 現在好像跟港大學生會 那班人差不多 都是人人哭打 那為什麼呢? 剛才我也說了神隱 所以近來他都被人稱為曠神隱 即使其他手足 他的同路人 黨友 戰友 什麼都好 去了區押所 或者就著很多社會上大飛的東西 你一顆聲都不出 是不是? 真是神隱 只顧著寫書 接著有些人見到他 現在出了新書 眼火爆 什麼後來的幸福 他說這個時候 你還講幸福? 有哪一個香港人可以幸福? 香港人幸福嗎? 什麼?後來的幸福? 怎麼爭取呀? 靠你呀? 現在人人哭打了 在那裡吵了 因為你神隱了那麼久 人家叫你做曠神隱 你完全不出來 它有出來的 我們要公平一點說 它出來是去了哪裡呢? 就去了警署保釋 逐步 這樣一定要去的 不是要公執呢? 現在就變成了踢寶 萬一有什麼冬瓜豆腐呢? 就要進去坐了啦 可以陪它進去 在區押所慢慢寫 到時候就用電腦 鍵盤打字 打書 用手寫 手寫書 哇 這樣更厲害的 你這樣一本書就好賣了 你現在呢 享著冷氣呀 在家裡咬著手指呀 接著在那個豪宅呀 千萬樓宇呀 那個屋苑就叫做利澳坊海岸 在大國咀的 那它自己呢 去警署報道的時候 它都知道 那些記者是聰明的 在警署等它 等它來 就來了 交足氣啦 頭呆呆 眼濕濕 有朋友陪著它 就過來啦 就穿了一身的文青衣 白色衣服啦 然後一條淺色的褲子 白布鞋的 整個文青的那樣 就問 裝什麼呀 你這樣呢 越顯得你虛偽 那些黃友呢 都是那句 一時一樣的 喜歡你的時候呢 就疼到你孔 做什麼呢 都會幫你想一千八個理由呢 幫你辯護的 一不喜歡你的時候 當然人人哭打的了 那這次就麻煩了 那它呢 就在Facebook的貼文 後來的幸福 隱藏了過去的祝福 要感激生命裡出現過不少的人 那些人就說 咦? 還要感激 沒錯啦 立刻想起 怎樣啊 感激你的同路人啊? 他們去了區押索 為什麼你不用啊? 啊? 他們成就你這本書啊? 那每個人都在罵了 那它跟著呢 都假裝看不到啊 那它又說 和大家玩這個什麼呢? 叫做捉迷藏簽書 那為什麼呢? 因為19個問題啦 都不想太多人 把一堆在那個書攤上 那但是那些作者又想來簽一下書啊 和那些讀者 會一下臉 說個hi啊 那唯有什麼辦法呢? 偷雞啦 走一下法律啦 就可能呢 說自己某個時候就會經過那個攤檔 那如果你有緣的 那你見到我 就和你站著簽兩本 那就走啦 OK 那就是這個意思啦 那現在鄺俊宇呢 還說搞這個捉迷藏簽書 那又被人罵了啊 又說 哇 搞錯啊你 這個時候還有心情做這些事情的嗎? 就是這麼多事情發生 你一件事都不說 只是掛著你自己的本書? 他們要籌謀一下 其實有道理 他們要籌謀一下他那層樓的啊 大佬啊 那大是大非嘛 他們這些大是大非面前 哪一邊都可以用啊 就是跟關公啊 關公啊 關公一樣啊 警署裏面又會有關公 社團大佬呢 就是蔣先生後面那裡 又有一個很巨型的關公 關公是百搭的 哪一邊都可以用的 就是等於現在這一句啦 大是大非 大是大非 或者良知啊 這些什麼呢 都是的 沒辦法啦 哎 他們在裡面 有什麼看你這本書啊 那每個人都罵啦 那怎樣都好 你有你罵 那他有他 後來的幸福 那裡面蹲著那幫人做覆蓋啦 不過看你怎麼看的 楊岳橋又說這些人生更精彩嘛 那他就在裡面先感受一下吧 靈魂很自由的嘛 他自己說的 不過 我覺得呢 鄺俊宇那個潛水呢 潛得太離譜了 要不就你就好像黃碧雲那樣 就是潛到呢 不會再上來了 就是不跌上水的了 就是淘緊身那些也是 完全不會跌上水的 就是民主黨要爛下去 要出書 怎樣都要出來抱一抱 他潛水 但是呢 也都要另一種水 就是叫撲水 但是再者呢 他在那個區議會那裡 又不是怎樣見到的 蒲頭啊 這個粉腸 都是 很低調啦 低調啦 那到時候呢 給他自己的誘導來説 就變成是 將低調變陰的 現在呢 除了他們自己有狂罵他之外 你還好意思呢 出書 就是叫人買你這本書 你就懂得出來 如果那些什麼手足啊 什麼同路人啊 審訊那些呢 就是這個 賤格之處呢 就是47友啊 那些案件的時候呢 極少去聽的哦 就是去旁聽的呢 很少去的哦 你少到這樣 你連旁聽都不去呢 那真是太離譜了 連那些什麼周嘉誠的那些都不如 連那些什麼楊雪瑩那些都不如 那些狗不狗呢 都會去聽一下的哦 是吧 就是你不要這麼離譜啊 什麼Patreon啊 又懂得放下去啦 但是呢 事又不做 香港我懂得放 事又不做 以為自己真是神像啊 叫你曠神真是神像可以坐在那裡收錢啊 不是有個神字就好像木頭公仔坐在那裡有錢收那樣啊 有些妙足服侍你不是這樣的啊 人家看得到你是動的嘛 你動的就要做事的啦 是啊 就是你想人買你這本書呢 記住這幫人呢 就是等於黃店啊 黃圈的理論而已嘛 其實不是買那樣東西的那個質素的 質素呢都是其次 最緊要呢 他們買那個 背後那個含意是居多的 不過當然試過兩次 不行的就不要的啦 例如那些黃店的盆菜啦 是吧 還沒說 未來的應該都不會再有 火都來啦 都不生性啦 黃店啦 那就一件事啦 現在再說回來 就是剛剛說了 就是區議會呢 都好像不太覺得這個粉腸鋪頭啊 是啊 現在近來呢 都有關於區議員啦 就是黃友那方面的區議員呢 這個叫做辭職潮啦 我想呢 繼陳子惟這個辭職啊 成為了他們區議員裡面辭職的一個高潮之後呢 我想現在很多人都很奇怪 即是另一方面啦 另一方面的陣營呢 就相當之期待呢 鄺俊宇都辭職啊 那我們又幫他計一計條數啊 從兩個方面去看 第一個方面呢 就是那個風險啊 被DQ的風險的成數 高不高呢 這個一個層面啦 另一個層面就是 假如他真是被DQ啦 真是要扣喉的話 要拿回這些新樽出來呢 超過一百萬的啊 那對於現在 他有一個新的綽號啦 叫做擴留宇嘛 不是叫擴進宇 叫擴留宇嘛 他就因為要供樓啦 有相當大的壓力啦 我想他應該都相當之掙扎啦 就是究竟他會不會被DQ呢 或者如果真的自己選擇了辭職的話 那麼他連這個三萬多人的收入呢 這個這麼固定的收入呢 他都拿不到的啊 其實他可不可以這樣的呢 我不知道現在有哪些助理呢 就是辦事處的助理啊 是哪一個來啊 哪些人做啊 他可不可以聘回他老婆做啊 其實可以的 有人罵的啊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原則上 那他就可以吃了那份糧了 陳志偉也請女朋友做啦 不知道有沒有請女朋友做啊 還是他女朋友只是來 坐下指甲啊 那些還是怎樣啦 這麼順滕 喂喂 芒果佬啊 黃毓民啊 請老美男回來吃薯片 跑馬京都是這樣啦 是不是啊 那麼有多奇怪呢 陳志偉這樣做呢 也都不見得有什麼那麼突破啊 是不是 只不過是參考這個芒果佬 彈開風氣不為師而已 是不是 嗯嗯嗯 講一下鄺俊宇啦 如果你問我呢 覺得他DQ的機會高不高呢 我覺得呢 是相當之高的喔 所以我也很詫異 為什麼到這一刻呢 都還沒有跟隨著這個風去辭職呢 還是收到其他風呢 這個不得而知 我們不想太多陰謀論啦 為什麼他那個乘數比起一般呢 那些什麼陳志偉啊 違高呢 大家都知道了 他現在背著了泛民四十七友 真攬炒十步谷這一宗案的喔 只不過呢 是他還沒被正式呢 要起訴他的 如果是的話呢 他基本上呢 就要跟那幫友呢 一齊進去蹲的了 是 就是他啦 塗緊身啦 那些東西啦 那些東西啦 就還沒起訴的嘛 所以就可以保釋 保釋 不停地保釋 如果呢 他是現在啦 鄺俊宇來計啦 他是以涉嫌違反 港區國安法裏面的顛覆國家政權罪 雖然他還沒被正式起訴啊 但是呢 他跟這件事情呢 已經可以叫做很近的了喔 不過 當時呢 他也是有參加這個三十五家的初選 較早前呢 都說了 傳得很厲害的 就是說 就算這個地方 給他們搞三十五家的初選站的呢 都會什麼什麼拿的 陷間拿的 那如果他跳下去參選的 那又如何呢 我們這裏不需要覆述太多啊 他當時去參選這些三十五家的文宣 一定是的啦 那個矛頭呢 一定有這麼瘋得這麼瘋 來堆住香港政府的 這個一定是的啦 那所以呢 他如果真的要跌入這個負面清單 我們理性一點來看先 不要太多有什麼什麼 有內幕消息啊 我知道一定是啊 什麼高人指點啊 什麼 我們先不要說這些 我們以負面清單來計呢 其實整個抗進椅可以陷入了 這個負面清單裡面 真的陷入了一堆 那你還不辭職 你真是這麼想拚 這個人是來的信心呢 是啊 你真的覺得你自己有後來的幸福嗎 我不覺得啊 是不是 可以說是 你怎麼說都說不過的 你跟那個負面清單沒有關係 因為林鄭月娥也說過了 你們自己做過什麼的 你們自己心照的了 是吧 那現在呢 其實 涂謹申他也是一樣的 跟鄺俊宇呢 那個情況也是一樣的 不過這個呢 更加老奸巨劃 這個就是真正的神癮 這個真正的神癮 不過他又做了這麼多年 物業又多 這樣那樣呢 合起來都相當不錯的 還什麼好像抗進雨一樣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對比就是 一個要供樓 一個不用供樓 他們在這一段時間 兩個那個行徑呢 可以說叫做很不同的 如果呢 我們計一計 也都要做另一個層面 剛才所說 他假如他真的捏下去的話 而被DQ 要他再吐一百萬出來的話 即是吐超過一百萬 對於鄺俊宇來說 就是天文數字來的 是的 嘩 如果是的話 這次搏不搏得過呢 當然啦 又不是我們坐下去賭的 就是 通常是這樣的 賭桌後面的人 叫著大聲 搏 搏多隻 搏多隻 電視機 電視機 電視機是什麼來的 電視機是罵對家 人家對家要搏多隻 就罵他 電視機 電視機 電視機就是零點 是不是 是的 所以 電視機 因為電視機 電視機就是公仔牌 是啊 有個變的 有變 所以才叫做電視機 是的 咦 這樣 其實辭職那些 辭職那些區議員 就會不停叫電視機了 我遲了 我遲了那個區議員 我當然是看到時要DQ 要扣喉 要搞這100萬出來的 如果不是 那他就遲都沒有價值 現在就是 再傳一個留言出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就是 你遲了就要你扣喉 現在是傳到這樣的 那些謠言 嗯 不過究竟是謠言還是真的 我都不知道 沒有人會證實這些事情 是證實不了的 現在那幫遲了職的人 其實可能是左一巴巴 右一巴巴的 分分鐘是 遲了職的那些人 才要他扣喉 是 都不定的 留在那些人沒事 都有可能的 我曾經有 自己都坐下來想一下 就是 我們有時候 要坐下來 慢慢靜一靜 想一想 我們將整個角色 代入去政府那裡 有什麼方法可以做 或者 或者 好像這些人全心 去辭職 來到 避開 DQ 而扣喉的風險的話 扣喉拿回 100萬 新進 的情況的話 其實有機會 會出現 好像社長的那個 說法 我們都想一下 那有什麼條件下 會不會 設定一個條件 就是 假如 你在 宣誓前 兩個月 宣佈辭職的話 你都需要 拿回 這一筆新進 你可以令到 宣誓的人是沒事的 不過 告訴大家 也有可能 是的 因為 現在的人 某程度上 是不肯宣誓的 是不是 你要令到宣誓 繼續做議員的人 沒有事 其實都是 一指文書的事 是 是的 大家留意一下 現在出來辭職那幫人 其實就是 玩東西玩得最盡的那幫人 是的 身有K 所以很害怕 是的 那你想一下 也未必個個 玩得這麼盡 有些可能就是小膽 有些可能怕死 有些就覺得自己 輸不起 現在 陳子惟 其實你說他是不是很瘋 是的 有些行徑很瘋的 例如什麼沙嶺直播 這些都夠瘋了 史無前例 做區議員做到要去沙嶺 是不是 做沙嶺區區議員 因為沙嶺是黃金地段 有些建制派的人說 所以他去做 民主之星 是這麼說的 黃金地段 黃金塔 黃金塔地段 好像多一些 他說黃金地段 笑死了 那你辦公室搬去那裡 好嗎 再者 說回來 如果鄺俊宇 即是那些什麼 恩佩林 那些其他區議員 現在就一看到人家說 要留任就在那裡罵 他說 答我 究竟選不選立法會 是否想選 握著乞衣 兩個字 還沒說出口 因為始終 對著說 叫做同路人 但是 他們會將他打成鬼 現在不辭職的 就當是鬼 當然 冠冕堂 我一定寫說 尊重留下的人 那我們也回到正軌 如果假如真的 鄺俊宇 是跟著現在這個傳言的話 他被DQ 而要他拿回這筆錢出來的機會率 是極高的 如果真的要拿回錢的話 這傢伙都相當之瘋 大家看他做過的事情 而2019年6月打後 和這些黑暴 可謂叫做相親相愛 手足以相呼應 大家 哇 清兄道弟 又這樣那樣 在暴力的現場裡面 暴動的現場裡面 和他們 有說有笑 我看到我正常 我都走開了 哇 你竟然 可以這麼淡定的 坐在一邊 和這些黑暴那些 拿著把刀啊 盾牌啊 一身裝備的人 在那裡有說有笑 你不怕的 太英姊是同一火來的 那似乎所謂的區議員 要宣誓這件事 都很接近 很接近的了 我們大家給多一點時間 看看哪一個叫笑到最後 其實有時候都很難去界定的 不過呢 我想鄺俊宇應該都是哭多過笑的 或者現在都很大心理壓力 他都算厲害了 還可以寫得到這本書出來 不知道多不多道號呢 應該都多的 有機會我猜 有合理懷疑 他可能找人代謝的 哦 聰明啊 有機會的 相傳呢 有些人都是這樣說的 家產生和我的觀點都有點緊似 就是說王毅 我不是說要污衊王毅先生 因為他已經離開了 我也很尊敬他的 有些人說呢 有大唐雙龍轉 某一些地方 咦 為什麼和他的風格好像有點不似的 為什麼好像有些少少脫離 是不是有人幫他幫忙的 幫忙的 不是說代他寫 這個要講清楚一點 會不會有人給他 例如好像有一段 簡直說大唐雙龍轉 兩個主角去了塞外 那段好像又跟 有些好像不是很合適的 還是之前寫定 還是怎麼樣 今天甚至有這個迷一樣 不過怎麼都好 都是一個經典作品 當然我們都很尊重王毅先生 這個先講清楚 那鄺俊宇這些 什麼都夠膽死的 他可能真的這樣做都不行的 那好了 我們這次先講到這裡 那接下來 看看鄺俊宇 能不能夠有 和他本書的書名一樣 後來的幸福 不過呢 後來的陰功 就應該多些 好 這次先來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